據英國《泰晤士報》星期日報導說 芬蘭和瑞典最早可能在今年夏天加入北約 首早前這兩個北歐國家的民意調查顯示 俄羅斯大舉入侵奧蘭的事件 迅速提高了芬蘭和瑞典民眾對加入北約的意願 芬蘭和瑞典的外交部長上星期出席了北約成員國部長級會議 會以後美國一名的資深官員說 這兩國可能加入北約是那次會議討論的一個話題 這位官員說北約的大門是闖開的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·騰貝格也在上星期說 北約同盟會歡迎芬蘭和瑞典入會 但這個取決於這兩國是否採取加入同盟的行動 觀察人士說俄羅斯入侵奧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阻止北約東礦 但入侵行動正是促使原本沒有很大意願加入北約的芬蘭和瑞典 採取行動加入北約 莫斯波說如果芬蘭和瑞典加入北約 俄羅斯將會調整軍事部署 在北京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指責北約以舊冷戰手法搞陣營對抗 輪為個別國家謀求霸權的工具 他還指責北約近年來是跑到亞太地區耀武揚威挑動矛盾 斯托爾·騰貝格上星期四說 中國未譴責俄羅斯入侵奧蘭 並與俄羅斯一起反對各國自行選擇道路的權利 這對整個北大西洋聯盟構成嚴峻挑戰 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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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和客人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 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 說 議員長 通常都是不公式敗